主持人在說話 在她的心情 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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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的信箱 是關於一個子弟女的故事 她和男朋友 年紀相差四年 之前男朋友 其實追了她一年左右 但是呢 这两个月才刚刚一起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他说他也有问他其实他介不介意 女朋友年纪比男朋友大呢 男朋友一开始都说没有啊 没有问题啊 而他就说 都觉得女朋友是适合他的人 然后一起了 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很开心的 他觉得好像他生命里面 plan 的东西也有决品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呢 接近这一个月呢 他就开始很冷淡 有时我问他 可不可以见面呢 他又说不舒服 不见 然后明明之前 约了去看Captain Marvel 他又说他不记得 约了朋友 然后又有一间餐厅 我很想吃 然后他又说 因为那间餐厅要排队 他又不想去 虽然我不太理解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一系列的冷暴力令到我觉得很不开心 所以我终于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 其实你想怎样的 那问多两句 然后他说 原来他的家人 是介意男性的女朋友年纪比他年纪大 所以女朋友听了就嘴嘴了 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女士主说其实他也很爱他 不过他真的不知道男性的答案 究竟我应该怎样做呢 今天的案子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呢 投票也是有的 今天的投票就是 究竟女士主应该怎样做 才可以走出这个状态呢 第一样就是 不如直接分手 再重新出发 第二样就是 继续留下 用你的真心去感动他 感动男朋友 第三样就是 不如这样 在be4决定任何事之前 直接要男朋友表态 究竟你想女朋友留下 还是不留下 不过我就真的不建议你忍 因为你是不会忍到 没有东西 过的一天 你只不过越来越不开心 越来越不开心 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过几天 那个男生会说 其实我都知道自己不对 我和我妈说了 我决定继续跟你在一起 但是那个是她妈 她妈是永远 我决定4年后 我就跟你同年了 我得坑到妈妈的 我已经决定了 4年后我跟她同年了 从第5年开始我就大了 那件事不可以想 妈妈喝了几杯 大大小 是啊 妈妈立刻就罵你 好了 好了 瘋了 到妈妈突然之后我拍脚 不是啊 那件事不太对 想起来想起来都想不到 问问我哥哥 阿仔好像欺欺欺我 然后老哥说 不要理那么多 你拍拖 我帮你帮你 是啊 那件事过去 不觉得 不觉得 事啊 我又当了一个男生是事主 是啊 事主是女朋友 哈哈 唯有没办法 你做姐姐坦白说 是啊 是啊 你跟她搭 那就是这样的 嗯 都 搞得这么不高兴 真是抱歉 你妈妈又不喜欢 不好意思我出生得早 又不喜欢我这么老 是 鬼叫我老爸游泳快 哈哈 游多4年就好了 是啊 那就抱歉 那不如分开 没事的 嗯 就是说 哎 我觉得对大家都 而且一个月中有什么感情 哦 是啊 而且她有点觉得 她都追了我一年的 她应该都很喜欢我的 不排阶 不会的 她很喜欢你 她不会跟你说她妈妈不喜欢的 她会告诉你 哦 我妈妈不喜欢我 但是我已经这样处理了 处理了 或者她对家庭关系很紧张 嗯 这样 那算了 都是不用太紧张 因为拍歌的东西 周街都是男孩 而且放下都好 因为可以复合的 第十位 十大离谱分手的理由呢 就是 我家人不喜欢你啊 刚才那个 是啊 刚才那个 所以放下十位 原来是很坎文 哈哈哈哈 接着呢 到第七位了 我不想你陪我捱苦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老土啊 哈哈哈哈 但是追求你的时候 就说我会上进 是啊 哈哈哈哈 嘘如座怎么这么说 哎扑阶 我敢说你 好啊 到第五位了 我们住太远了 而地鸾不会有结果的 天水洋产湾 是啊 哈哈哈哈 那当初你知 我以为一笔 倒數三位 倒數三位的十大來補分三位理由 就是你令我發現自己是同性戀的 那你很糟糕 有啊 你不知道嗎 你令我變成雞 是啊 你令我 你幫我打開了門 你剛剛開了門 很糟糕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都說不要買那些玩具 不要買那些開渣